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做一下抽象类的练习猫狗案例 是吧 好,那现在我们把它复制出来 复制 test做练习了 test1 它叫做animal 好,再来看这 test1 test1 再来一个animal 然后呢,把这个内容传过来 那么具体事物呢,是猫和狗 然后共性呢,有姓名 年龄,还有这个吃饭 然后属性是姓名和年龄 然后呢,行为是吃饭 然后呢,猫的特性呢 抓老鼠,狗的特性呢,参加 大家看一看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向上抽取啊 猫和狗是不是可以向上抽取成一个动物 那动物的里面可以具备姓名,年龄和吃饭 对不对 这是它们的共性的东西吗 好,那现在咱们来写一下 class animal animal 然后呢,来 姓名年龄 pivt 然后呢,sitrin什么 sitrin name对不对 好 叫姓名 pivt 然后呢,再来一个 interage 然后呢,来一个年龄 年龄 好了,静命年龄都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 空餐有餐构造吧 public animal 空餐构造 空餐 然后呢,再来有餐 public animal animal 然后这里面来一个sitrin name sitrin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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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rin name interage 然后来一个z4点name就等于了name 来一个z4点h就等于了age 对吧 好,这有餐构造 有餐 然后再来对应的set概念方法 public 然后来一个void sitrin name 这里面来一个sitrin name 然后这是z4点name就等于了name 好,这叫做设置姓名 设置姓名 然后再来 public public 返回直是sitrin对不对 sitrin get name 这个代码现在必须会写了 咱们都写多少遍了 然后return return name 然后呢,这叫做什么呢 获取 获取姓名 好,那么设置姓名 获取姓名 我们写完了之后 再来看设置年龄和获取年龄 public 然后void theta h 然后这里面来一个inth h 然后呢,来一个z4点h就等于了h 好,这叫做设置年龄 设置年龄 然后再来获取年龄 public inth geth geth 然后来一个 return一个age returnage 好,这叫做获取年龄 获取年龄 好,那么再来看啊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还有个吃饭的方法呀 吃饭的方法 那现在我们就来一个 public 然后呢,void it 但是这个吃饭 我问一下大家 你说动物吃饭都得怎么吃啊 咱们能描述出来吗 动物吃饭的话 是什么细胶蔓燕的 还是狼吞虎燕的 这个不一定就在 它吃什么也吃不一定也没法描述啊 所以呢 咱们干脆就把这个定义成什么 是不是定义成抽象的呀 好,那就A,B,S,T,R,A,C,T 那么抽象方法必须存在在 勾象类中就在 好,那现在我就把类也定义成抽象的 好了,那这个类咱们就定义完了 这里面有成员变量 内部和A,然后空餐有餐构造 抽象类中可不可以定义构造方法 可不可以啊 可以,是为了给子类进行出质化使用的 然后呢,SET,CAT的方法 然后呢,还有这个抽象方法 吃饭方法 吃饭的方法 吃饭 好了,那现在咱们把Animal定义完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定义这CAT了呀 拿来一个class CAT CAT上字怎么样 继承了这个Animal Animal 那么继承Animal之后啊 我们来看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空餐有餐构造写上 好,这个内容呢 我们把它粘过来 复制 粘贴 然后呢,改过来 Ctrl-C Ctrl-V Ctrl-V 但是这里面不能这样写 因为Z字讲Name是不掉用本类的成员变量 或者掉用负类的 负类都已经被私有了 能不能掉用啊 不能掉用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Super吧 Super传给负类 让负类去帮我们进行出实化 那么这来一个Name 来一个A字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抽象方法 抽象方法必须要求子类强制去冲写 所以你在这里面来个Public Void 强制子类去冲写 Sitem.out.print 那么这里来一个猫 吃鱼 好了 那如果你在想写狗的类 这个就简单了 对不对 好,复制一下 对,猫里面还有个特有的方法 叫什么 什么CatchMouse Public 先写完 写完再复制 Public 然后来一个Void Catch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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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叫什么 是不是抓老鼠 抓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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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复制一下 复制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就把它改成什么 就把它改成倒个呀 好 把它改成倒个 然后呢 复制一份 CatchMouse CatchMouse 然后这里面就变成了狗吃肉吧 狗吃肉 狗吃肉 然后这个地方 我就把代码改了 CatchMouse是不对的 叫什么 Look Home 来LookHome 看家 看家 好了 那么猫狗 咱们就都完事了 完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去创建对象了呀 好 创建对象 我们来一个Cat Cat C 就等于 New一个Cat 我就直接用有餐的去创建了 姓名 姓名来一个 来一个加菲 加菲 年龄呢 来一个8岁 然后呢 来一个 System System.out.println 我们来一个C.get name 一二三 咱们来一个C.get h 来 建议 进行 加菲 8就在 咱们来输出一下C.it 咱们C.的一个CatchMouse 然后我们再创建狗 DogD 就等于New一个Dog 我们知道狗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狗叫做巴工 中选巴工对吧 比如说他活的是30岁 好 然后把这个地方也都复制一下 Cntl C Cntl V 然后呢这里面改成D点 get name 咱们是D点 get h 然后D点 it 没有D点开始Mouse D点什么 look home D点 look home 来 编译一下 编译 运行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就在 好 那这就是我们抽象类的一个练习 当你无法去描述一个方法的时候呢 就把它定义成抽象 好 这个值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